試揮之前先確定 所有的線 所有的線都直接單獨的 沒有纏到交叉 都直接往下 每條線都是單獨的 主要就是這個煞車扇控制扇 一定要往外 不要繞從這邊過來 這樣不好拉 一定要往外 兩個往外完全獨立 這樣往外 完全獨立 然後我起飛的時候是習慣放在胸前 大傘就放在後面 小傘放在胸前 你可以看到開傘的狀況 然後在起飛之前 像現在應該逆著風 假設是風從右手邊推到左手邊 你可以先開傘看看 開傘的時候 最後面 最後圓 不能往下凹 往下凹出去加油 就沒一定是機身往上 不會往前 那個就等於有帶煞車繩了 那你要把煞車再放鬆 幾倍的時候就是放在地上 先把它閃這樣 一個圓圈 不要有折疊 逆著風 把它撐開 如果風小的話 就是在駐跑幾步 撐開之後 油門大概先加大概七八成就好 然後撐開之後 看狀況 如果往上衝你就撿油門 往下就是再加一點油門 這樣撐開 繞一個大圈圈 加油門繞一個大圈圈 閃油開 丟出去 這樣就成功了 這樣就成功了 應該要拿起飛 拿起飛 這時候看 閃後面有沒有向下凹 如果向下凹 你就把它那個再微調 鎖到它往上 有沒有偏航 那你那個穩控的話 如果往下拉兩邊 應該同時往下凹 而且要一壓 後面後面就會往下凹 如果你壓到一半還沒有 再壓才有 那也是放的繩子太鬆了 這樣就很腦肥 關掉的時候也可以滑翔 好 它的性能很好的 OK